今天我們來到日東酒店 原來這裡有個food court 裡面暫時有10間餐廳 這裡的設計非常有特色 進去前已經看到很多危紅燈 走到裡面的感覺有點走懷舊風 而且很有氣氛 全部都暗暗的 還有一些卡位 坐這裡可以偷看下面的自助餐 專賣韓式的食物 有多士、熱狗等等 其實它不時都有新口味的選擇 但因為我們從來沒吃過這間 所以想選擇菜單上公仔最大最經典的那一款 38元韓式多士三重酒 因為整間都是玻璃 所以可以看著釣完製造的過程 然後就像很多東西一樣 所以說要可以偷看 但是它不足 已經有很多東西 而且可以偷看 年輕人的食物 然後這裡還有一款 然後就可以偷看 拿來 然後就能看到 那些水 然後就要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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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包是刚刚烘起,所以倒手的时候是烫手的那种 很香,里面有生菜丝,烟肉,火腿扒,酥米蛋,芝士和酱 超级丰富,充满着很浓的牛油香 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的酱真的很好吃 甜甜的,很适合我们的口味 虽然对我们来说它价钱不算便宜,但份量真的很大 其实我没想过它这么大份 Foodcock有提供水可以免费饮用 但我觉得它的概念很好,它要你自己带水筋或者杯 这样就环保一点 这个位置超漂亮,在这里喝杯一定很棒 可不可以喝那些可乐啊? 我想可以的 第二间我们吃的就是这间檀島 听闻是很致名的老字号 我们叫了蛋撻,菠萝油和冻奶茶 看好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配搭 蛋撻好像跟我们平时建开的有点不同 它的皮厚很多倍,肥一点 嗯,大舊一点 不过我们不太会欣赏这个酥皮 我觉得吃下去没什么味道 又不是很酥 但蛋撻的部分也是比较硬 没有那种很肯的感觉 很瓊 所以一般 就这样买菠萝包是7元 菠萝油是10元 菠萝油是即叫即夹的 但它做的过程都掉了很多菠萝水 麻烦还给我 但它也给了多大的牛油 很厚 是那些正宗正方形 哦,真的不是那些不正宗的正方形 哈哈哈 但是菠萝包的口感太硬 它下面没有一个盒子 它是黏在下面的 但也不是这个问题 哈哈哈 我想说的是 它的包底真的很硬 硬硬到是咳咳咳的 真的整个包的质感 咬下去就会有一个感觉 硬 嗯 反而凍奶茶挺好喝 我们没有叫到小甜也不会太甜 总之就是在茶餐厅里喝到 会觉得挺好喝的奶茶 奶茶真的推荐的 但其他就 嗯 哈哈哈 接着就是这个 Darx express 是 哈哈哈 又是开放式厨房 所以我看到师傅在煎的牛肉 超有锅气很多烟 要等10分钟左右 其实看菜单我以为68元只有一个当饭 但原来每个饭都配了一小碗沙律和味噌汤 沙律给了很多麻醬 够拌整个沙律 味噌汤也挺好喝 是够味的 不会太淡 主角牛肉当饭买上很棒 很多牛肉和洋葱 每一口饭都可以配到牛肉 但是牛肉硬了一点 但是牛肉硬了一点 都开了蛋的时候觉得很棒 哈哈哈 醬汁也够 和饭的质地也不错 不会过淋 总之配搭 肉 我觉得成份也很惹味 嗯 如果牛肉没有那么硬 就真的完美 总统而言 我都挺推荐来这个食堂吃东西 環境真的很不错 其实它是很干净的 因为不停都有两个工作人员在收拾 你自己也可以拿个餐盘 餐的回收处回收 但我们没走到去的时候 它已经帮你摘了 所以服务态度真的很好 食物价钱也不算特别特别贵 好多谢大家看这条影片 有关这条影片的资料 可以在美妇包里找到 如果想听更多影片的话 就记得订阅我们 还有记得隔壁的频道 拜拜